最近这几天 长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硬派越野坦克500 正式在工信部申报 预计该车年底前就可能上市 很多人表示上市就要买 不过我建议你最好等一等 倒不是因为坦克500不好 而是因为它的混动版要来了 日前一款坦克500新的车型 正在陆式 从车身的信息来看 这很有可能就是混动版的坦克500 就目前来看 该车至少有两大变化 第一是外观 这款陆式车没有装前脸 可前大灯从现在的双层扁平设计 变成了圆形 造型和哈佛X-Dog非常的像 风格变得很复古 可以说这就是X-Dog版的坦克500 另外尾灯的造型 也和现在的坦克500不太一样 第二个不同 自然就是动力 据悉坦克500混动版可能会在现有的3.0T加9AT的基础上 增加150千瓦的混动电机 整个混动系统的扭矩高达750牛米 至于其内部是否会有其他的改变 现在还不太清楚 现阶段关于该车的信息还不是很多 也不太明确 但预计它不会让大家等的太久 如果你想买坦克500可能也需要等车 所以不妨也就等一等混动版的500 或许会有惊喜 如果您的过程就会有点赞 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